彭湖是全国唯一开放餐厅内用的县市 在彭湖有两家火锅店 经鸡茶合格后重新营业 一家套餐式的火锅店 内用方式和过去差别不大 但另一家吃到饱的火锅店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点餐方式 带你一起看看 疫情下的吃到饱火锅该如何吃 重新营业的两家火锅店 一家是套餐式的 用餐起来和过去差异不大 点餐之后 由服务员整套送上来 差异是餐桌上多了隔板 尽管如此消费者还是很开心 只说闷了两个月 能够出来吃个饭很兴奋 毕竟在家吃 和在外头吃气氛差太多了 外来的话在家里吃比较 好像就是没有那个气氛 那如果内用的话 因为整个环境就是很舒适 然后你不用准备这么多的材料 所以内用的话就是相对比较 舒服 哇 吃完以后 吃完以后 你不用整理啊 那你如果说带回家吃的话 你要吃个幸福很高 比较不方便 很多觉得很久了 每天都想在外面吃 每天都想在外面吃 每天都在外面吃的好处 在餐厅里面那样有个疑似感 因为就是享受这个环境 那个氛围 在家里吃就是很一般的 然后就结束了 但另一家吃到饱的火锅店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点餐法了 因为是吃到饱 店家并没有准备菜单 都是让消费者自己夹菜 但疫情期间要减少移动 点餐方式变成需要消费者 把所有陈列的菜色用手机拍照 看需要吃哪一样 再举手由服务生端来 然后点完餐 用其他食用 我本来是做开放自助食吃辣宝 对 但是现在不行了 现在不行了 全服务的人也会送 对对对 当然我们来不及做梅腻 所以说你看你要不要 手机先拍照做食堂 但是第一趟的话 我们会先随地帮你送 比如说什么火锅料 菜啊海鲜什么 会随地间一点点放进去 然后在外面 如果是去下饱 举一下走 因为我们上面就会站人 我们各小都会站人 民众说 当然比过去自己夹菜来说 确实是比较不方便一点 但能够来吃一餐 感觉很好 也有民众说 能够这样就很满足了 毕竟在外头吃气氛不一样 吃完也不用清洗锅碗瓢盆 拍拍屁股就走人 轻松多了 不一样 外卖 就是 就是感觉就是自己在家里 然后弄得 在什么精致的话 都比在现场吃的 种候比较好 是 对 我觉得就是啊 主要也比较好 特别一点 我从中 早上开始 预约 那你怎么知道说 他们这里有开 网路 网路看的 一直查 昨天我从台中来的 因为临时放假想说 出国 出来走一走 对 就坐飞机来台中 台中来这里 七点半才有啦 所以说 火锅店老板说 这次为了重新开业 花了不少钱 可是他甘愿这么做 因为停业两个月 他自己都快闷坏了 能体会大家想出来吃饭的感觉 所以杂重本 也要符合规定 开放内用 整整两个月 整整两个月 我自己刻意感到高兴 怎么说 因为在 大概七八号的时候 不是有说会 围提的时候 看到内用吗 是 那时候就相关一直 接到很多询问的电话 是 然后我感受到他们 渴望出来 走一走内用的心情 是 我感头深重啊 是 所以我就是不惜多花一点钱 是 不惜增加一些麻烦的手续 是 我就是 能够把这个 那样的规矩遵守 然后把它通过 是 就是 完全是 客人让我感受到 他们很渴望让我心情 是 然后这个动力推动我去做这件事 我们今天是把 营业时间往后 轮为一个小时啦 是 所以说我客人都是 定位都对比较晚 因为休息两个月 有太多东西需要准备了 是 如果说以正常时间5点 来 开门营业的话 是来不及的 是 所以我都往后挪一个小时 在两家火锅店重新营业 马上接到不少预约电话来看 民众真的是闷坏了 但开放内用之后 是否吸引更多店家加入 甚至引出更多民众往外走 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 记者 王海龙报道